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1月28日星期四 这个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个社会问题 这两天呢 我都有做视频聊社会问题 前两个视频我都聊了关于郑爽这个代孕和弃养的问题 第一个视频我是谈了一下关于代孕和弃养这件事情 它的社会问题 法律问题 那第二个视频我专门说了 我是支持代孕这件事的 我觉得代孕没有什么不好 那我看到有网友给我留言说 代孕这件事情呢 对弱势女性是一个剥削 另外一个对女性的身体是一个残害 关于这两个问题呢 我一会儿还会再做一个视频 讲一下我的观点 敬请期待 那这个视频我想跟大家聊一个什么社会问题呢 就是这个人脸识别这个技术 我们知道中国是率先在社会上广泛的安装这些镜头 然后运用人脸识别的技术 这件事情在中国没有引起多大的一个反响 但是呢 在世界舞台上有很多国家 尤其是反对中国的那些国家 像美国为首的 就非常对中国的这个天眼系统呢 大肆的进行抨击 认为它侵犯了人们的隐私权 还侵犯了人权等等吧 但是这个系统在中国是受欢迎的 首先它的一个社会最大的一个效果 就是特别有利于社会治安 自从有了这个天眼系统以后 中国的社会治安好了很多 因为这个天眼系统 它对那些犯罪分子 它首先就是有一个震慑的作用 有一个威慑力 有那个眼睛在那盯着他们 他们就不敢犯罪 这是第一个好处 那第二个好处就是能够帮助执法人员 来侦破案件 来抓住犯罪分子 这是第二个好处 这两个好处让中国的社会治安有了很大的改观 让人们在社会当中有安全感 那尽管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中国进行抨击 但实际上用监控镜头来监控人们 这件事情其实首先是在西方有的 在中国还没有这些设备的时候 西方其实早就有了 只不过它没有用的那么的广泛 当中国大规模的用的时候 他们就出来抨击 实际上他们早就有 那这一次美国川普的支持者冲击了美国的国会 他们使用人脸识别技术 这件事情就浮出了水面 其实这是他们第一次浮出水面 这件事情让大众知道了 他们在运用这个镜头 运用人脸识别技术 但是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运用 美国一贯的就是双标 什么事情他可以做 别人不能做 尤其是中国 只准美国放火 不准中国点灯 这就是美国 好 我这个视频呢 主要的不是说来抨击美国 我想说一下 现在这个人脸识别技术 在中国逐渐的 它也暴露出来了一些问题 人们在享受这个人脸识别技术 给我们带来了社会安定 以及生活当中的一些便利之外 现在发现它有问题了 今天我看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就是说 说清华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 他们就在研究这个人脸识别技术 他们认为这个人脸识别技术 是很有问题的 让人很担忧的 那么他们做一个什么样的实验呢 我们现在都用手机 手机是一个私人物品 不能让别人随随便便的 进入我们的手机 那要保护我们的手机 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用密码来保护的 后来出现了指纹 后来出现了声音 现在出现了人脸 我想好像是人脸先有的 声音后有的 或者他们俩差不多同时吧 我现在要讨论的呢 就是人脸 清华大学这个小组 他们用20个手机进行了实验 就是把这20个手机 全部都锁定一个人的人脸 然后你用其他的人脸来刷的话 这个手机是打不开的 这个手机是打不开的 进入不了的 那这是正常的 那么他们做一个什么样的实验呢 他们就是把这个机主 他这个人脸拍一张照片打印出来 然后他就是用他鼻子到眼睛眉毛这一个区域 这个照片搞一个T字形的贴到一个眼镜上 然后让随便任何一个人戴上这个眼镜 这手机就都能打开了 20个手机全部都能打开 这个他们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想说明一个 人脸识别技术是不可靠的 别人拿着你的一张照片 放到眼镜上 就可以进入你的手机 你的手机是不安全的 那关于这一点呢 我有一个看法 就是别人要进入你的手机的话 他首先他得有一张你的照片啊 那什么人会用你的一张照片 事先就得到了你一张照片准备好了 然后又得到了你的手机 其实如果你在社会当中 你的手机如果丢了的话 别人捡到了你的手机 他手里不会有你的照片 他不知道你是谁 他捡的 对吧 所以一般的来说不会有什么危害 但是呢 这个确确实实 是这个人脸识别技术的一个失败 我认为你要识别人脸的话 你应该识别一个动态 而不应该识别一个平面 所以就说明现在 清华大学所用的这20个手机 这其中也包括国外品牌的手机啊 包括苹果 包括三星 他没有点出来 因为他们怕得罪人 他怕人家那苹果呀 或者三星啊 或者国内任何一个品牌给他不干 他没有点出来 就说这20个手机 有国外的品牌 有国内的品牌 全部都失败了 就说明现在这个人脸识别技术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现在被广泛的应用在一些场景 比如说办公室 我现在还看到呢 有卖家里面的门锁 也有这种人脸识别技术 还有可能应用在像小区的大门 楼门 家门 对吧 等等这些场景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确确实实就不是那么的安全了 也就是说人脸识别技术 应用在这些场景下 看来就不是很安全 好 这是一个这篇文章里面所报道的 清华大学所做的一个实验 那还有第二件事情 就是北京日报所报道的 一个跟人脸识别技术有关的一件事情 就说有一个人呢 有一个先生 咱们说他A先生 A先生呢 他要买房 他是一个北京人啊 就在北京买房 他呢 看了三个小区的三个房子 那他各看了一遍以后 他就选定了其中的一个房子 他就来到了南四环的某一个小区 要来买这个房子 那中介就带着他一块来签这个合同 那签合同的时候 他事先已经打听好了 这个小区 如果你第一次在他们这买房子的话 他会给你一个2%的一个优惠 他这个房子应该是一个1000万的房子 2%的优惠很多了 可以优惠20万 那他在签合同的时候呢 这个公司就说啊 你不是第一次到我们公司来卖房 那他说 我是第一次啊 我跟这位中介也是第一次见呀 然后公司就说不是 你以前来过的 然后他就发现呢 这个公司虽然说他之前来 他只是隐姓埋名 他没有告诉他们 他姓什么叫什么 一切个人的资料都没有留下来 他只是来了一趟 结果这个公司就把他的人脸给记住了 通过人脸识别技术 就发现他是来过的 他们的政策就是 如果你第一次来 你一到我们这个公司 哎 就看着这房子 我就决定要买这房子 我就给你2%的优惠 如果你以前来过 你犹犹豫豫回家又想 也没准到别处去 来横向纵向的 广泛的比较 如果这种情况下 你才决定买我们的房 这个时候就不给你优惠了 他的理论可能就是说 这样的客户我们不怕失去他 因为他已经比较亡了 那这位先生呢 他就比较有意见了 他觉得说 你没有经过同意 你们就用这种人脸识别技术 把我的人脸给我记录下来了 这是一个非常不道德的行为 平白无故的 没有经过允许 就把我的人脸给我记录下来了 就让我失去了20万 我为别人多付出20万 他就特别不甘 这件事情还上了北京日报 这件事情我也有话说 我觉得这个公司 他制定这么一个政策 这个公司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来保证他这个政策 能得以实施 而不让有些人钻他的空子 像这位先生 假如说没有这个人脸识别技术的话 人家问你说 你有没有到我们这来询问过 他本来也应该是 很诚实的告诉说 我以前来过 我货币三家 我到最后才决定买你们的 那你这种情况的话 就不符合这个公司的 2%优惠的政策了 对吧 那你又不诚实 公司就得自己想办法来保证 他们这个政策不被滥用 我觉得这个公司这么做 也是有他的道理的 好 这是第二件事情 那第三件事情 这篇文章也是在网上找的这个事例 说有一个网友 他是杭州人 说他在杭州的一个商场上厕所的时候 他上完厕所 然后旁边就有一个黑色的盒子 就开始跟他说话了 说你看看我 然后他就下意识的就看这个盒子 刚刚过了一两秒钟 这个盒子就吐出来了一卷手指 然后他就觉得说 哇 肯定是这个盒子对我进行了照相啊 用一卷手指就换取来了我的人脸信息 他认为这个商场不应该这么做 侵犯了他的权利 这件事情呢 如果真的是这个盒子 就用这种方式来记录别人的人脸信息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违法 甚至犯罪行为 看这个法律怎么规定了 如果法律没有规范这块的话 法律应该规范这块 应该制止这种行为 那假如说这个盒子 并没有记录你的人脸信息 只是说了那么一句话 这个人呢 也许是一个误解 好 这是第三件事情 第四件事情 这篇文章就说了 说现在呀 在中国社会当中 越来越多的这些公共场所 这些监控镜头越来越多了 有的时候呢 我们只是在餐厅里吃个饭 他就举一个例子 说中国有一个 著名的连锁店饭馆叫海底捞 这个海底捞 我在中国的时候呢 我也经常去吃 其实服务啊 质量啊都还不错 那这个海底捞 他在他的店里面 监控镜头就是出奇的多 这篇文章的观点就是 你一个饭馆 你搞这么多的监控镜头干什么 有必要吗 如果你怕跑单的话 也用不着用这么多的镜头啊 就让消费者感觉特别的不舒服 说你记录了这么多的人脸信息 一旦被坏人利用的话 那我们的保障在哪里呢 关于这个饭馆里的监控镜头的这个呢 我也想说啊 这个饭馆里面安这么多监控镜头 我认为其实也是一个双刃键 那有一些人觉得说 哇有这么多监控镜头 我觉得很不爽 我下一次我就不到你这吃饭了 吃饭的地儿还不多的是吗 如果很介意这个问题的话 他会失去一些客户 但是呢有时候电打气客 他会仗着说他很受欢迎 然后就肆意妄为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好现在呢 这篇文章里面所提醒大家的就是 这些监控镜头 以及人脸识别系统的应用 会有一些潜在的问题 我认为这些潜在的问题 凡是有社会问题 国家和政府都应该考虑这些 应该未雨重谋 应该制定一些法律法规 来规范这些行为 就好像代孕那件事一样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